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点半 老师从苏州住所出门 坐车到地铁站 坐地铁四号线 去往苏州火车站 上了高铁 上海站到了 通过防疫检控 坐地铁四号线 再转地铁六号线 圆生体育中心到了 雨下大了 上课地点改到游泳馆二层平台 同学们恭候老师的到来 老师先指导王军的水浪拳演示板 告诉他要回到原点 必须在不刚踏斗 踩准位置 最后 再添观止心 再略做调整 老师找到了辅拍八人版水浪拳的场地 老师指导处理贵教练的水浪拳快速版 指出凤凤击斗 白鹤浊石 荷叶成禄 几记拳的问题 老师指导精心教权 告诉他纠正学生的时候 要讲出所以然 对十大型的碰意一技 进行详细指导 进行详细指导 示范碰意 这几拳要打出绞劲 指导加盐 指导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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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身体是纠缠 工具 医容济网 老师带领大家打水浪拳 虽然老师腿伤未痊愈 因为深知同学们都很期待跟老师打拳 还是带大家打了完整的拳套水浪拳 历时十七分半钟 进行答疑 轻宜提问如何打出勇的感觉 勇啊敬礼 将西勇联会 平衡敬礼就是叙事 学勇难关 正是几境 百密不疏 壁垒森严 这集拳的意境就是一个勇字 让楚教练演示 并顺势公布了新全民 云恒学友 以鼓励轻疑的发问 建军请示网站升级改版的设计问题 老师鼓励他放手 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了解了团队各项工作进展 十一点半下课了 谢谢老师 雨下大了 国宴教练请老师在楼下面馆 简单吃了一碗面 踏上归途 地铁六号线 转四号线 终于可以坐下休息了 两小时的全课 讲解答疑 示范十大型 带打全套水浪拳 指导团队工作 全程站立 一刻不停 疲劳来袭 老师七十岁了 真希望地铁再多开一会儿 到了上海火车站 上火车看一会儿书 到达苏州 上了地铁四号线 取车 回到家里 四点四十分 师母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犒劳辛苦的老师 入夜 老师看完了 唐浩铭点评曾国藩 一套六本书的最后一本 完成为期两周的读书计划 按习惯 在非夜上 提上自己的感想 忙碌而充实的一天 结束了 这是老师生活中很平常的一天 几十年如一日 读书 教权 为了传承在所不惜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 老师 读书 是